一九一五年,庞首山从山东来到沟邦子落脚, 拌起了庞家水馅包子。 当年,庞首山以猪肉馅混合汤汁的水馅包子软尽闻名。 到第二代传人庞乙生加入海米等海鲜食材。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,多油食物不再是人们的首选。 第三代传人庞玉京将包子改为以瘦肉为主的清淡口味。 一代又一代的传承才有了如今的口碑。 我小的时候就是从小在饭店长大,老是在包子房厨房泡着, 所以自然而然就学到包包子的手艺。 庞金凤从小便在包子房里耳濡目染, 心里始终奠念着祖传的包子铺。 这个手艺的传承在几年前落到了他的身上。 也是在从事酒店的工作, 因为家里的饭店本身是祖传下来的。 你早回晚回也都是要接手这个东西。 祖上传下来的也是百年老店, 你不可能扔到别人的手里。 所以没办法,也是赶在那儿。 所以六年前从北京回到家里来正式接手这个生意。 把这个手艺不能丢了。 对,手艺不能丢。 几代人对传统工艺的执着, 对品质的追求, 融入到了每一个水馅包子里, 才有了如今的口口相传。 从我爷爷开始吧, 那时候就是这个包子, 几乎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没有太大的变化。 包子里边用的这些原材料, 就是这些这个肉, 我们家几十年都是这一家提供给我们。 这也是一种传统, 就是传承几十年的关系。 因为从我爷爷开饭店的时候, 就是现在卖肉的这家他的父亲就是卖肉。 他们家也是一代一代就是这么传。 水馅包子因为有汤汁, 所以不方便长途携带。 为了传到南来北往的旅客嘴里, 和熏机一样, 前几代唐家人往往走进火车站台行商售卖。 我小的时候见过太奶奶, 太奶奶那时候还在, 饭店里边包完这个包子以后, 它是拿着大托盘到火车站去卖的。 然后因为郭邦的这个小站, 它也是很有历史的, 就是车站的人也比较多, 南来北往的人也比较多。 时间长了呢, 才把这个水馅包子这个名声, 由这个坐车的这些旅客, 传承到外边了。 无论是熏机, 还是水馅包子, 都在这条通往关内外的交通节点上, 为人们提供着美食服务。